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个莲藕汤 莲藕洗净,把皮披走 大家买莲,记得买两头也有莲藕 这样泥没有那么容易进去 切开之后也要检查,里面有没有泥 一定要洗净 把莲藕切开一块块 这是我浸了两个小时的腰果和事实 还有五粒很小粒的红组 腰果30克,事实10克 红组五粒开核 我的红组是最小粒那种 如果大粒的大家可以放少一点也可以 一条红萝卜切块 煮到有2.5公升的水 把所有的材料倒进去 把所有的材料倒进去 煮3小时 煮到其他材料的时候 我们炒黑豆 大概50克左右 记得千万不要用大火 用中晒火炒就可以了 炒的过程中要经常翻动些豆 看到那些豆全部包开了 还有闻到少少豆香味就可以了 记得不要炒焦 如果不是那些汤就会苦的 将它加在煮的汤里 这个就是煮完的汤水 记得不要加盐